这又做啥好吃的呢,还神神秘秘的,我过来再说了 你看,知道吗? 咋不知道,锅天嘛 知道 哎呀,只要有肉就行,我这吃啥,饺子锅天,我感觉一样 老妈这有调的肉馅,有肉吃他心里就不慌张 大家好,我是黑哥,老爸要吃这猪肉大葱的锅天 老妈,给老爸在这儿做了,黑哥又有口福了 看你妈,饺子皮都不会长了 哎呀,你看这锅天皮好像就是这么干的,是吗? 是,饺子皮是边上薄,中间厚 这个锅天呢,薄后要一样 我爸弄的这,反正是粗细都不均匀 这全是我爸包的吧 这是啥呀,这别漏了 面太多 就是你爸的杰作 不过吃我爸包的锅天也挺难的 老张,等一下,你看我怎么包 行 把肉馅放到面皮上 中间一捏口 中间一捏口 对 这个一定要捏紧 不然的话煎的时候就要开 两边的口要留下 最后用两个子头一夹一捏 一个锅贴就做好了 这前面就跟包饺子一样吗? 这和面和和饺子的面一样吗? 一样 猪子 过两天我先回韵城老家跑一圈呀 回韵城呀 算了吧 过两天到这吧 这两天韵城比这还热 哦,它临风热,韵城更热 等立了球再去吧 老张 你说等我去就等我去 听你的 你说等立了球再去 这还用我下手吗? 不用了 马上就包完了 用不着了 那我就等这吃就行了 爸 嗯 多包点吧 你这包下来吃的 比别人做下的 自己包的 比别人做下的有成就感 这老爸反正这是越包 越像样了 锅贴包好了 现在开始煎锅贴 煎锅贴之前 我先化点面水 一会煎锅贴用 起火 我先把饼盛预热一下 在饼盛底部刷一层薄油 将锅贴放入饼盛中 均匀的铺开就可以了 先让锅贴煎上个一半分钟 锅贴底部煎至定型 倒入花好的面水 面水没过锅贴的一半就可以了 现在盖上盖子 让它蒸煎四五分钟 等这个面水收干就可以出锅了 面水已经收干了 关火 出锅 金灿灿 香配配的猪肉锅贴就做好了 这肉可大看的就小 嗯 滑滑香 这个比饺子强 这就是煎饺子 这锅贴是什么地方的美食啊 这个比较大众化 哦 关键是面食嘛 好像山东那边做这个做吧 我在他里面吃牛肉丸的面里面还卖锅贴的 是啊 嗯 嗯 让黑哥说这锅贴啊 它其实就是家庭版的煎饺子 直接不用煮了 直接把它生煎熟了 省一道工序 吃起来就挖挖香 你这哪看到这锅贴了 回来就想吃锅贴了 那天翻手机在手机上看上去 哎呀你可不敢看手机 手机的美食多的多的多了 你看咱家的 别看别人的 看着嘴更僵了 咋不会做的都得吃啊 简单又好吃的猪肉锅贴 大家赶快做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